8月10日,阳光清晨,周六 这是下午4点左右 路上行人也不多 很多店铺还没有开业 我们上了高架 下面就是欧布森超市 大妹就在这附近 斗争比较激烈的地方 阳光的高架桥也建了五六年 之前没有高架桥 我们走一下这条路,换一下 这边行车 路上的车辆也不太多 右手边就是韩国的Eno City 这是干把马被烧的超市 天气比较阴沉 可能一会儿要下雨了 我们走一下一个湖边 这旁边是一个寺庙 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也就在市中心靠近机场 我们走一下巷子 感受一下阳光的弄堂声 左手边也是个寺院 路边坐着休息的人 也不带苦涨 这条路人不是很多 但是呢,这条路主要是卖花盆绿色植贝的 还有修车的 你看右手边就是卖花盆的地方 我们右前方正在装修的 感觉是未来要开餐厅的一个地方 这条街有这个趋势 变成一个餐饮一条街 因为它这个车辆不那么多 停车非常方便 交通位置还是很好 地理位置也很好 雨说下就下 我今天现在去超市 也很优惑 我穿了防护服 我穿了防护服 但是呢,商场不让进 我穿了另类 所以不让进 飞鸽把防护拖下来了 拖下来了 所以现在还是下着大雨 这是在机场附近的Ocean 机场附近的Ocean 下午六点 迷你公 这以前是人山人海的地方 现在路边很少的人在等公交车 这旁边右手边的店面都没有开业 路边的石摊 还是有人 这是烧烤 还有猪杂 人还是蛮多 老百姓还是要生活 这面摊也出摊了 在路边聊天的人也不戴口罩 勇敢啊 前面就是人民公园 又到了做好事的时候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慈善的大局 这是在乡村平民区里面 小姐姐们做好事的小姐姐们都是很漂亮 这也是缅甘的未来 这也是缅甘的未来 缅甘的希望 在这疫情加政变 老百姓的生活很难 很难很难的时候 让缅甘人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未来 佛教国家天然的一种好处 人比较平和 为什么这么温和的人会做出激烈的事情 下午6点 一个火车上6个警察 四个被杀了 两个重伤 照片我就不发了 太血腥了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呢 一个很平和的人变成这样 不平和 背后的深层的原因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露出了笑容 感受到了温暖 洋葱 慈善的小团队 飞哥 为什么还在缅甸坚持 就是飞哥相信缅甸会变好 可能需要点时间 现在可能是比较困难的时候 这个时候应该 更应该去坚持 其实每一个人 有自己适合的地方 可能缅甸更适合飞哥 所以飞哥才会愿意在这里坚持 每天的快散 从清晨到中午到下午到夜晚 从城市到乡下 到江到河到海 每天的快散 一直没有停息 还在继续 在海外 每天晚上八点的准时节目 插播广告 介绍缅甸的田园 幸福的生活 鸟鸟吹烟 虔诚的人民 把寺院建在了山顶 普甘王朝 最经典的缅甸特色 所以缅甸有一个外号 叫亚洲野士 飞哥缅甸说 下期再见